洪秀泉生前有多重口味 不仅让儿子隔应 就连曾国藩在开关或者狂吐布置 当场怒骂其不作人 这是怎么回事 曾国藩又看到了什么 洪秀泉在掌权后 整日沉醉在响了钟 他的失败早就有了预章 慈禧太后早就看他不顺眼 但一开始他的支持声音太大 慈禧太后没有办法打败的 在知道洪秀泉呈现弱势后 慈禧太后马上派出了曾国藩前去剿灭敌人 曾国藩带领着士兵们一路势如破竹 天王府后却发现洪秀泉不嫁 难道说洪秀泉知道自己不敌 提前逃跑了 可他们一路上并没有听到消息 这说明洪秀泉还在天王府里 在曾国藩的逼问下 一个侍女说出了洪秀泉的下落 原来在两个月前 洪秀泉就去世了 为了避免城中的百姓发生恐慌 所以这个消息被封锁了起来 而洪秀泉的尸体就埋在天王殿的后面 随后曾国藩便下令绝坟开关 洪秀泉的尸体被几十层袖龙黄袍包裹着 然而当扯开黄袍后 眼前的一幕却让曾国藩傻眼了 并且当场狂吐不止 因为洪秀泉的头发花白了 全身发黑 身体扭曲 并且还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恶臭味 这根本不像是刚死两个月的样子 曾国藩在将洪秀泉的儿子洪福天贵抓捕后 知道了洪秀泉的重口味 就连洪福天贵对父亲的重口味也非常隔音 曾国藩当然更忍不了 怒骂其不做人 洪秀泉的尸体发烂发愁 曾国藩狂吐不止 并违背慈禧命令将其错骨扬灰 洪秀泉真的是自寻死路 在洪福天贵的口中 曾国藩知道了洪秀泉的尸体 为何会发烂发愁 首先便是洪秀泉喜欢吃生冷油腻的东西 其中油炸蜈蜈是他的最爱 一天不吃就心里痒痒 为此洪秀泉还专门找了一个广西的大厨 让他能随时享受到美食 我们都知道蜈蜈是有毒的 需要经过处理才能吃 在那时却没有那么多讲究 不知道大厨的心里知不知道 但洪秀泉想吃 大厨只能听命行事 因此洪秀泉一直吃蜈蜈 他的身体里肯定会积攒毒素 除了蜈蜈 老鼠肉也是洪秀泉很喜欢的一道菜 如今我们想想就隔音的蜈蜈蜈和老鼠 却是洪秀泉嘴里的美味 在后期天经常被青菌包围后 外面的粮食送不见了 城里的百姓吃不上饭 洪秀泉又发明了一个新的食物田落 据说这是洪秀泉在圣经里 找到的灵感 但所谓的田落就是 不知名杂草和苔藓混合而成的草团 因为饥饿 百姓们纷纷效仿 然而他根本不容易消化 洪秀泉的身体逐渐出现了问题 为了稳住民心以及自己的信仰 洪秀泉一直没看待夫 而是向上帝乞讨 显然上帝没有听见他的声音 身体的恶化加上心情的焦虑 让洪秀泉在1864年5月份的时候 就一命呜呼 慈禧太后原本的打算 是把洪秀泉分尸示众 但曾国藩却将他的尸体烧毁 骨灰掺进了火药中 最后被发射出去 这下可真的是什么都没留下 一手好牌打得稀疤了 洪秀泉的结局让人唏嘘 他本可以有不一样的民工 清政府的懦弱无能让他 在外对西方猎贤的割地赔款 在内对着普通老百姓压斩过去 百姓们早就苦不堪言 他们想要反抗 一次次的农民运动 就是最好的体现 但都被镇压了 直到太平天运动的出现 前期的洪秀泉确实是 当时涌现出的文采 洪秀泉不断扩充 天平天国运动队 招揽能人意识 声称自己是神明的后代 能将百姓从痛苦中解救出 给他们带来财富和权利 一时间洪秀泉风投无人 他的支持者越来越多 在短短几年间 集结了十几万民众 并且横扫了十八上 已经能和清政府分平抗议 百姓们支持洪秀泉 自然是因为洪秀泉能满足他们的利益 然而洪秀泉在掌权后 却忘记了自己的初心是神明 洪秀泉在攻打南京 建立天王府后 就开始整日沉迷在奢靡的生活中 光是一顿子 就要花费千两百亿 身边美女环绕成了标本 他的府内有两千三百多名女官 而这些人相当于是他的后宫 什么都不缺 洪秀泉就更百呢 再加上太平军内部发生了矛盾和跟随 天经事变的发生后 加剧了他的灭亡 如果洪秀泉在掌权后 没有最新人声色全满 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结局